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是真傻假傻呀 我问你 当年你怎么对的你爸 忘了吗 你好好考虑考虑你自己吧 你是真傻假傻呀 我问你 当年你怎么对的你爸 忘了吗 你好好考虑考虑你自己吧 你是真傻假傻呀 我问你 当年你怎么对的你爸 忘了吗 他这是冲小江发邪火呢 心里肯定老不重来了 这佟总啊 他本来就对总部空降领导的事 他有看法 他这是冲小江发邪火呢 心里肯定老不重来了 这佟总啊 他本来就对总部空降领导的事 他有看法 他这是冲小江发邪火呢 心里肯定老不重来了 这佟总啊 他本来就对总部空降领导的事 他有看法 咱公司现在情况不好 他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这个时候来 你能明白还是要干嘛吧 咱公司现在情况不好 他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这个时候来 你能明白还是要干嘛吧 咱公司现在情况不好 他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这个时候来 你能明白还是要干嘛吧 公司现在就是一艘漏了的大船 要是不及时地修补好道 你我都得跟着船沉下去 公司现在就是一艘漏了的大船 要是不及时地修补好道 你我都得跟着船沉下去 公司现在就是一艘漏了的大船 公司现在就是一艘漏了的大船 要是不及时地修补好道 你我都得跟着船沉下去 你怕了是吗 我不是怕 老二现在今非昔比 你说咱俩跟他硬碰硬 他犯不着 你动不动脑子 你怕了是吗 我不是怕 老二现在今非昔比 你说咱俩跟他硬碰硬 他犯不着 你动不动脑子 你怕了是吗 我不是怕 老二现在今非昔比 你说咱俩跟他硬碰硬 他犯不着 你动不动脑子 你千万不要冲动 不要感情用事 万一在国外出个什么事 山高皇帝与谁能帮你 你千万不要冲动 不要感情用事 万一在国外出个什么事 山高皇帝与谁能帮你 你千万不要冲动 不要感情用事 万一在国外出个什么事 山高皇帝与谁能帮你 何警官 今天多亏您了 我们才能把那两个坏人抓住 真是太感谢您了 没事应该的 何警官 今天多亏您了 我们才能把那两个坏人抓住 真是太感谢您了 没事应该的 何警官 今天多亏您了 今天多亏您了 我们才能把那两个坏人抓住 真是太感谢您了 没事应该的 这球卡不等人呢 过着这村就没这店了呀 这球卡不等人呢 过着这村就没这店了呀 这球卡不等人呢 过着这村就没这店了呀 嗯 都说床头打架床骨对 说这是卫星座没什么 油盐不尽的呀 我说床头打架床没什么 你说这是卫星座没什么 我说床头打架床没什么 你说这是卫星座ớl 不尽的呀 今天中午我们吃一个成都和饭性价比之王 15块钱自助20个菜随便吃 老板娘几点钟营业 今天中午我们吃一个成都和饭性价比之王 15块钱自助20个菜随便吃 老板娘几点钟营业 今天中午我们吃一个成都和饭性价比之王 15块钱自助20个菜随便吃 老板娘几点钟营业 那没准你跟他处着处着 就处处感觉就绝处风生了呢 那没准你跟他处着处着 就处处感觉就绝处风生了呢 那没准你跟他处着处着 就处处感觉就绝处风生了呢 那照你这么说的话我也有责任了 我一说冯青岩你就替他成要 那照你这么说的话我也有责任了 我一说冯青岩你就替他成要 那照你这么说的话我也有责任了 我一说冯青岩你就替他成要 人家对你挺好的你干吗呀 对你安前马后嘘寒温暖 简直就是那个什么 朝时即来挥之则去 省什么你 人家对你挺好的你干吗呀 对你安前马后嘘寒温暖 简直就是那个什么 朝时即来挥之则去 省什么你 人家对你挺好的你干吗呀 对你安前马后嘘寒温暖 简直就是那个什么 朝时即来挥之则去 省什么你 赶得早不如赶得巧 求婚这种事不能是赶牙子上架 赶得早不如赶得巧 求婚这种事不能是赶牙子上架 赶得早不如赶得巧 求婚这种事不能是赶牙子上架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还想蒙我是吧 没有的事情别瞎猜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还想蒙我是吧 没有的事情别瞎猜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还想蒙我是吧 没有的事情别瞎猜了 行啊 约着见见呗 千万不要知道啊 我看你啊 都快成我半个妈了 行啊 约着见见呗 千万不要知道啊 我看你啊 都快成我半个妈了 行啊 约着见见呗 千万不要知道啊 我看你啊 都快成我半个妈了 你妈这一句 你十句等着了啊 你这抬杠的本事 随了谁了呀 那我当然随您呀 你妈这一句 你十句等着了啊 你这抬杠的本事 随了谁了呀 那我当然随您呀 你妈这一句 你十句等着了啊 你这抬杠的本事 随了谁了呀 那我当然随您呀 临别赠言 职场新人 别总是那么自以为是满脑子歪门血道 临别赠言 职场新人 别总是那么自以为是满脑子歪门血道 临别赠言 职场新人 别总是那么自以为是满脑子歪门血道 在这个职场上做人和口碑是最重要的 会跟着你几十年 好好做人啊 在这个职场上做人和口碑是最重要的 会跟着你几十年 好好做人啊 在这个职场上做人和口碑是最重要的 会跟着你几十年 好好做人啊 你以为你妈大门不出二门不卖的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赛马中的冠军都是跑出来的 不是养出来的 你懂吗 赛马中的冠军都是跑出来的 不是养出来的 你懂吗 赛马中的冠军都是跑出来的 不是养出来的 你懂吗 你不是怎么知道自己不行呢 可是我对时装真的一窍不通 你不是怎么知道自己不行呢 可是我对时装真的一窍不通 你不是怎么知道自己不行呢 可是我对时装真的一窍不通 凭我的感觉我乱说的 我真的不懂 灵感对艺术而言最重要 凭我的感觉我乱说的 我真的不懂 灵感对艺术而言最重要 凭我的感觉我乱说的 我真的不懂 灵感对艺术而言最重要 m correlated 成功是99分汉水加一分灵感 而灵感最重要 他胜过了99分汉水 爱迪生说乎 成功是99分汉水加一分灵感 而灵感最了 它胜过了99分汉水 爱迪生说乎 成功是99分汉水加一分灵感 而灵感最重要 它胜过了99分汉水 周碧琳先生 靠眼小丑成了大艺术家 人们问他成功的秘密是什么 他说人必须要有自信 这就是成功的秘密 周碧琳先生 靠眼小丑成了大艺术家 人们问他成功的秘密是什么 他说人必须要有自信 这就是成功的秘密 周碧琳先生 靠眼小丑成了大艺术家 人们问他成功的秘密是什么 他说人必须要有自信 这就是成功的秘密 周总结 周总结 我们老板说了周一之前要交 没写过呀 不会写 写了一休也不知道写没写对 我也不想让别人知道我不会写 周总结 我们老板说了周一之前要交 没写过呀 不会写 写了一休也不知道写没写对 我也不想让别人知道我不会写 周总结 我们老板说了周一之前要交 没写过呀 不会写 写了一休我也不知道写没写对 我也不想让别人知道我不会写 你也有时间闻儿游戏 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集集总是有的吗 你也有时间闻儿游戏 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集集总是有的吗 你也有时间闻儿游戏 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集集总是有的吗 其实我同意你的看法 作为企业的领头羊 不能只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努力 其实我同意你的看法 作为企业的领头羊 不能只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努力 其实我同意你的看法 作为企业的领头羊 不能只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努力 行了 盛总 互相吹捧的话就不要说了 还是谈谈实际的问题 行了 盛总 互相吹捧的话就不要说了 还是谈谈实际的问题 行了 盛总 互相吹捧的话就不要说了 还是谈谈实际的问题 谁跟您说我这个外号啊 这都是没素质的同行 开玩笑的话 您怎么能当真呢 谁跟您说我这个外号啊 这都是没素质的同行 开玩笑的话 您怎么能当真呢 谁跟您说我这个外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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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没素质的同行 开玩笑的话 您怎么能当真呢 营养美味两不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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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意 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 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意 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意 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 为了避免流言蜚语 我们绝对不能对外张扬 为了避免流言蜚语 我们绝对不能对外张扬 为了避免流言蜚语 我们绝对不能对外张扬 我这里有一道符 你只要戴在身上 就可以保你平安的 我这里有一道福 你只要戴在身上 就可以保你平安的 我这里有一道福 你只要戴在身上 就可以保你平安的 你要是不懂珍惜 就是一无所有 相反就能一无所求 无所求就是最快活的 知道吗 你要是不懂珍惜 就是一无所有 相反就能一无所求 无所求就是最快活的 知道吗 你要是不懂珍惜 就是一无所有 相反就能一无所求 无所求就是最快活的 知道吗 真是心有灵犀 山明古印 真是心有灵犀 山明古印 真是心有灵犀 山明古印 我们就此结拜 结为兄弟 有福同享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咱们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如何 薄金 你不会是在哪儿偷偷养着一个留着大鼻涕尿裤子的私生祠 你不会是在哪 偷偷养着一个留着大鼻涕尿裤子的私生祠 你不会是在哪儿偷偷养着一个留着大鼻涕尿裤子的私生祠 我看咱们明珠大人的口才 不逊所以诸葛孔明 那是堪比诸葛孔明啊 我看咱们明珠大人的口才 不逊所以诸葛孔明 那是堪比诸葛孔明啊 我看咱们明珠大人的口才 不逊所以诸葛孔明 那是堪比诸葛孔明啊 你放心啊 我已经拿钱 把那个人的嘴封上了 你放心啊 我已经拿钱 把那个人的嘴封上了 你放心啊 我已经拿钱 把那个人的嘴封上了 我的东西 我要拿回去 你什么意思呀 跟我翻旧账是吗 我的东西 我要拿回去 你什么意思呀 跟我翻旧账是吗 我的东西 我要拿回去 你什么意思呀 跟我翻旧账是吗 我告诉你 公司是我的心血 是我多年辛辛苦苦经营出来的 辛辛苦苦就经成这样了 心血花哪儿了 我告诉你 公司是我的心血 是我多年辛辛苦苦经营出来的 辛辛苦苦就经成这样了 心血花哪儿了 我告诉你 公司是我的心血 是我多年辛辛苦苦经营出来的 辛辛苦苦就经成这样了 心血花哪儿了 那你说吧 要钱还是要命吧 要命 我要不起 要钱你有吗 那你说吧 要钱还是要命吧 要命 我要不起 要钱你有吗 那你说吧 要钱还是要命吧 要命 我要不起 要钱 你有吗 我跟她离婚了 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小建议啊 不管有没有离婚 都要处理好你们俩之间的关系 免得害人害己 我跟她离婚了 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小建议啊 不管有没有离婚 都要处理好你们俩之间的关系 免得害人害己 我跟她离婚了 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小建议啊 不管有没有离婚 都要处理好你们俩之间的关系 免得害人害己 新房的钥匙 建议你选一个良辰吉日搬家 手机 都激活了 随时联系 新房的钥匙 建议你选一个良辰吉日搬家 手机 都激活了 随时联系 新房的钥匙 建议你选一个良辰吉日搬家 好 手机 都激活了 随时联系 求你了 妈妈 你再睡一会儿 行不行 妈妈 我睡醒了 我想出去玩 你最会了你 走吧 太晚了 出去玩了 出去玩了 太好了 新房出去玩了 好了 走 看谁先洗漱啊 走 求你了 妈妈 你再睡一会儿 行不行 妈妈 我睡醒了 我想出去玩 你最会了你 走吧 太晚了 出去玩了 出去玩了 太好了 新房出去玩了 好了 走 看谁先洗漱啊 走 求你了 妈妈 你再睡一会儿 行不行 妈妈 我睡醒了 妈妈 我想出去玩 你最会了你 走吧 太晚了 出去玩了 出去玩了 太好了 新房出去玩了 好了 走 看谁先洗漱啊 走 公司也是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这时候年轻人不往上冲 谁往上冲啊 公司也是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这时候年轻人不往上冲 谁往上冲啊 公司也是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这时候年轻人不往上冲 谁往上冲啊 多积累点经验 日后还有好多好项目 等着你去完成呢 明白 我听您的 多积累点经验 日后还有好多好项目 等着你去完成呢 明白 我听您的 多积累点经验 日后还有好多好项目 等着你去完成呢 明白 我听您的 我现在严重怀疑 你是不是我亲生的 我这聪明劲在你身上 怎么就一点都看不出来呢 我现在严重怀疑 你是不是我亲生的 我这聪明劲在你身上 怎么就一点都看不出来呢 我现在严重怀疑 你是不是我亲生的 我这聪明劲在你身上 怎么就一点都看不出来呢 媳妇做的菜 道理 还有我呢 我打的下手 快问我 菜洗的干净 刀工不错 尝尝吧 动块 媳妇做的菜 道理 还有我呢 我打的下手 快问我 菜洗的干净 刀工不错 尝尝吧 动块 哎呀 媳妇做的菜 道理 还有我呢 我打的下手 快问我 菜洗的干净 刀工不错 尝尝吧 动块 你那么好看 怎么能不点个赞就走呢 哎呀 안녕하세요 종로 중국서점을 소개합니다 종강역 일본출구로 나와서 조금만 걸어가면 우측에 르메이에르 빌딩이 있어요 이 건물 4층에 중국서점이 있습니다 자 같이 올라가 볼게요 중국서점에 가면 소설이나 잡지 그리고 HSK 교재 등 정말 다양한 서적들이 있습니다 물론 우리 중국어에센스 교재도 있어서 손쉽게 구입할 수 있습니다 이제 왼쪽으로 돌아서 끝까지 가면 서점에 도착합니다 바로 이곳 인데요 우리 철화제일 중국어 유튜브와 언어교환 팟캐스트 홍보물이 보이네요 좋아요 구독 꼭 부탁드려요 고맙습니다 중국서점 문을 열고 들어가면 먼저 우리가 지금 공부하는 이솝 5화와 에센스 교재가 보입니다 정말 다양한 책들이 많이 있으니까 오셔서 천천히 구경하시면 좋을 것 같아요 저는 이 근처에서 약속이 있으면 꼭 들러서 시간을 보내곤 합니다 중국에서 공부할 때 많이 보던 잡지들도 보이네요 서점 구석구석 살펴보면서 작은 중국여행을 해보세요 시청해 주셔서 감사합니다 즐거운 하루 보내세요 바이바이 고맙습니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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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고맙습니다